城市发展避不开水泥 而水泥生产是高能耗行业 热能和电灵的高额消耗一直困扰着我们 全世界每销售十吨水泥 就有一吨由中国建材提供 水泥行业的能耗占全球的2% 二氧花弹排放量占5% 这个能耗这块 在我们整个企业生产成本的60%以上 这个数字是非常精明的 我叫刘洋葵 在伊甸中联水泥影响公司 任职生产副总经理 近年来政府对高能耗的水泥企业加强了管控 主要是提高能耗管理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 并降低浪费和污染物的排放 自从我们省了斯耐德电气能耗管理系统之后 我们在能耗 电耗和成品控制方面 对我们企业带来了很高的效益 对我们的生产起到了制造性的作用 我们公司采用了石耐德公司的 谣专家控制系统 主要用于解决我们的能耗问题 其类的下部和实耐的电气 在能耗管理升级 自动制造和设备管理系统这方面 进一步合作 为水泥行业可持续发展 做出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